那年他要是沒拿的話 被彭正銘拿走的話 彭正銘等於是連三又連三的話 這一棒打穿了二壘防線 右外野防線的安打 現在拼本壘 球窗回來得分 潘武雄也趁船上到了二壘 過去很久沒有出現打點的潘武雄 這兩好三環板球輸之後 不斷不斷的敖戰 從林昇華滲頭王手中敲出了安打 打回了一分 統一師隊又取回了一分的領先 形成2比1的超前 兩出局之後打出的安打 打回了大點最珍貴的囉 而且他還趁船上二壘 對 達鴻有注意 達鴻知道這個球傳偏了 他趕快迎上球 但是這個偏得太遠了 所以我們這個鏡頭可以看一下 達鴻已經往前來處理這個球 但偏得太遠了 所以達鴻也沒有機會傳二壘 潘武雄這個判斷真的非常好